好的,孩子们,我们来上课吧!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From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To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我们从简单的先行回归 进展到多个变数的 多元的 多重的 比较复杂的先行回归 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在考虑问题是这个样子 还记得我们简单先行回归在做什么吗? 我们考虑得轻轻 在一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里面 我们考虑的模型是 我们有一组Y 我们有一组X 我们想要找到一条直线 做这件事情 写成Yi等于Alpha 加上Beta Xi 加上一些 arrow 就我们Simple Linear Regression做的事情 而我们在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呢 如果我们做的是Multipl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我们做的事情是 我们不只有一个Xi了 我们的Model可以简单这样 Yi等于 现在也不用Alpha了 我们用Beta0来代表Intercept 加上Beta1乘上第一个X 我们用X1i来表示 我们用X1i来表示 加上第二个X 我们用X2i来表示 一直加加加加加 加到第P个X 它的係数是BetaP 加上一些F Arrow Turn 所以你看 当我们在做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的时候 我们拿Model变得 好像比较复杂了 我们不再只有两个参数 我们事实上我们有P 加一个参数 所以这是不是真的很复杂 同学们 千万不要担心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已经在之前的课程 学会了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那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是 No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是一块蛋糕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是很多块蛋糕 再多块蛋糕 你也吃得下 换句话说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如果你觉得你在之前的课程 你发现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好复杂 你没有把它学好 那么 现在是你的大好机会 我们会 我们在讲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会发现 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 我们其实是把它重复一遍而已 而且它其实更简单 相信我它更简单 我们在开始讲之前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吧 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要现在到我们的R OK 我们现在的例子是 我们之前谈了很多次 1970年代 大联盟的例子 我们先不要谈那个例子 我们谈另外一个 我们有22个学生 我们收集到他们五个科目 mechanics vectors algebra analysis 跟statistics 五个科目的成绩 然后它的成绩被存在 student底线score.txt里面 我们把资料读进来 叫做score.data 的名字是我取的 随便 你按取什么名字都可以 因为这是一个txt档 所以我们用 read.delim 来读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你可以在 afron跟hasty的教科书的网页下载 我可以把它写在这里 afron andhasty 2016 OK 我们现在来真的读这个档案 然后我们来想要看一下 这个档案长什么样子 OK 它有22个学生 5个科目 mechanics vectors algebra analysis 跟state 所以第一个学分 它5个分 拿到7分 51分 43分 17分 22分 好 如果我们相信 同学们的统计学的成绩 state的成绩 跟analysis 跟分析的成绩 有关系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变数中间 配置一个 简单线性回归 简单线性回归在做什么 简单线性回归做的事情是 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边画下的每一个点是 这22个学生 analysis 的成绩 跟state的成绩 analysis 我们放在横轴 state 我们放在纵轴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科目的成绩 而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学生 分别是 比如这个学生的analysis 大概拿了40几分 他的state 拿了再55几分 简单线性回归是 我们想要找到一条直线 使的 我们把它copy到我们的 黑板上 简单线性回归 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想要找到一条直线 使的 每一个点 这上面每一个点到这个直线的垂直距离 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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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方 的总和最小 简单线性回归就做这件这么简单的事 是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R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 这些同学 analysis的成绩 跟statistics的成绩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现金回归 但是 如果说我们关心的 这个不只是statistics跟analysis的成绩 我们想要关心的是 如果一个学同学 他的algebra跟analysis都学得好的话 statistics的分数会比较高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 statistics跟另外两个科目 algebra跟analysis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图画出来 图袋长这个样子 I'm sorry 不要把你 重来一遍 好 那个 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有 三个科目 所以我们必须画一个 three dimensional的图形 这个轴是algebra 这个轴是analysis 这个垂直的轴是 state的成绩 OK 还记得吗 在简单现金回归的时候 我们做的事情是 我们想要找到一条直线 贯穿这些点 在这里我们有 three dimensional 我们有两个解释变数 跟一个被解释变数 我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直线了 我们要找的是 像这样子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 平面 我们要找一个平面 来 通过这些点 使得 使得什么 使得每个点 到达平面 我们还是回到黑板板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平面 贯穿这些点 使得每个点 每个点到平面的垂直距离的平方的总和最小 好 我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我们想要找到 在二维的图上 我们想要找到一条直线 在三维图上 我们想要找到一条平面 但我们的目的都是使得 这些点到这条线或这个面的垂直距离的平方的总和最小 OK 在三维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条面 在四维的时候呢 四维我们可能或者五维或者更多维的时候 或者in general我们有P维的时候呢 我们用P来表示我们的变数的个数 当我们有P维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我们就没办法画 如果P大于等于 P大于等于三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它画在图形上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脑子去想象 要不要找到一个超平面 一个hyperplan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一样是 我们找到一个hyperplan 使得每个点到这条直线 这个平面 这个hyperplan的距离的平方最小 所以我们做的是ListSquare 然后我们做的是很一般的ListSquare 所以叫Ordinary ListSquare 我们做的仍然是Ordinary ListSquare 只是我们现在不再是做一个X 我们现在有好多X 所以如果我们下来把黑板先暂时擦掉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写一下我们现在的目标函数 如果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的Model可以写成 Yi是BetaNum加上Beta1乘上X1i 加上Beta2乘上X2i 加上Beta3乘上X3i 加上Beta4乘上X4i 一直乘到BetaP乘以Xpi 加上一些UI 如果这是我们的Model 如果这是我们的Model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想要极小化的东西是 Yi-BetaNum-Beta1X1i-Beta2X2i-BetaPXpi 这个是每个点到这个超平面的距离 如果我们有取决的值的话 我们把平方 距离的平方 加起来 我们想要使这个东西最小 我们要找到一组Beta0Beta1Beta2一直到BetaP 我们总共有P加1个参数 OK 所以我们要解的 其实我们要解的问题都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有比较多个参数要解而已 同学们看到这么多参数 可能觉得说 啊 这么多参数 我们要怎么去解它 告诉大家 参数多 反而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 你们的老师们 你们的老师 在大概一个月前 交到大财神简单的先进代数 哎呀 这么多参数 如果你要硬硬去解 你拿这个 对Beta0为分 对Beta1为分 对Beta2为分 你得到P加1条 一阶条间 把它带进去 你还是可以得到 Beta的Colophone Solution 但是 这也太麻烦了 我们用一点先进代数的技巧 就可以让大家日子变得非常非常好过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把 Beta0 Beta1 Beta2 一直到BetaP Beta1 化成一个Vector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P加1 百万的Vector 我们把它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粗体的Beta 我们很没有创意 然后呢 然后呢 Beta0 Beta1 Beta2 Beta3 一直到Beta5 后面乘的那个变数 我们存在平衡 我们存在平衡人数 包括 X1 I X2 I 大家 大家也知道 XPI 就是Beta1 乘以X1I Beta2 乘以X2I BetaP乘XPI Beta0乘以什么呢 Beta0乘以X1 我们把这 P加1个 数字也堆叠起来 它变成一个 P加1乘以X1的 响亮 我们很没有创意的 把它叫做 用粗体的XI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目标函数 这个改写成 Summension I从1到N YI 减去 这个XI 乘以这个Beta 我们要怎么写它 XI transpose 乘上Beta 这个东西的 平方 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我们想要找到 一组 Beta 来 极小化 这个目标函数 OK 你看 我这样写 变得超级简单 变得 甚至比我们 在做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还要简单 我们可以让它 变得更简单一点 怎么做 我们还可以 把 什么改写 我们把我们的 N个不同的YI 叠起来 Y1 Y2 一直到 Y3 Y4 直到YN 这N个YI 我们把它叠起来 它会是一个 N by 1的 Vector 我们也帮它取一个名字 我们很没有创意 我们叫它Y Y 然后呢 我们有N个XI 我们也把它们全部叠起来 XI Transpose X U2 Transpose 一直到 XN Transpose 它在做什么 它做的事情其实是 XI I指的意思是 是第一个变数的 第i个观察值 XY指的是 第二个变数的 第i个观察值 我们可以把 这个东西 写成 1 X1 1 第一个变数的 第一个观察值 第二个变数的 第一个观察值 一直到 第P个变数的 第一个观察值 它本来是直的 我们再加一个Transpose 才会把它变成横的 X2 Transpose 1 X1 2 X2 2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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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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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X3 X3 X X4 X3 X4 这是我们知道它存在的UI 也跌起来 U1,U2,U3 一直到UN 我们有N个U 所以它是一个N by 1的Vector 我们一样很没有创意的把它叫做U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我的Model 可以进一步改写成 Y等于X乘上β加上U 为什么 你把Y写进去 X写进去 β写进去 β在这里哦 U写进去 你会发现它只是我们把 Y1等于β0加β1x11加β2x21 写在第一行 第一个横的列 Y2等于β0加β1x12加β2x22 写在第二个Rhod 我把N个Rhod写满 叠在一起写成矩阵 跟向量的模式 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目标函数可以进一步的去修改 我们不用把Yi减掉粗题的Xi Transposeβ平方加起来了 我们直接做什么 我们直接把目标函数改写成 Y-xβ乘上Y-xβ 但是前面这个要Transpose 前面这个东西 Y是 让我先用C点字来写啊 Y是N by 1的Vector 我写在顶端好了 底下我写不下了 X是N by P加1的Matrix Beta是P加1乘1的Vector X是N乘P加1Beta是P加1乘1 这样相乘之后 会变成N乘1 所以N乘1的Y减掉N乘1的Xβ 整个是一个N乘1的Vector Transpose之后变成E乘N 后面这个是N乘1 所以它整个是一个Scalop 它是一个数字 你可以去计算它 我们要极小化 就是这个家伙 我们要找一组Beta 来极小化这个东西 这个是OrdinearitySquared的 矩阵的表示方法 同学啊 有没有觉得 这个实在太简单了 跟这个橘色的这行比较起来 你看这行 我有P加1的变数 把它叠在一起 然后我们必须把 一个一个写下来 平方加起来 现在我只要 把我的Mind就写成一行 你可能说 这样好像写起来比较简单 可是真的有比较简单吗 我们还不是要去 求它的一阶条件来求解 同学们它真的很简单 这样我们把一些地方擦掉 我把粉红色的地方擦掉好了 我猜我用不到粉红色这个部分 好 我把粉红色这里擦掉 好 现在我要做的 我的目标函数就是 这个家伙 我要挤小话 我目标函数这个东西 我要挤小话这个家伙 所以我要做什么 这里应该会可以擦掉 我去围它 当然 我们要怎么围 用老师教过你的 举正跟向量的围分语 它的一阶围分是 Y-X-Beta Transpose Y-X-Beta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写慢一点吧 后面这个东西乘开来 后面这个乘开来会是 Y-X-Beta 剪掉Beta Transpose X-Transpose 乘上Y 剪掉Y-Transpose X-Beta 加上Beta Transpose X-Transpose X-Beta 我们要对整个东西 对Beta微分 我们就微分哦 第一个东西 它没有Beta 第一个东西是0 第二个东西呢 它对Beta微分 它是 X-Transpose 乘上Y 它本来是一个万百万的东西 你对Beta微分 它变成一个P加100万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对Beta微分变成 也是X-Transpose Y 这个东西呢 它有两个Beta 微分之后变成 加上两个 X-Transpose X-Beta 它要等于0 也就是说 X-Transpose X-Beta 等于 X-Transpose Y 其实两倍的X-Transpose X-Beta 等于两倍X-Transpose Y 就我们把它二消掉了 我们的 Aldernary Squatimator 可以写成 有一个非常非常 有氧 漂亮 美丽 动人 让你一见 就永生难忘的formular 我们把它叫做 X-Transpose X Inverse X-Transpose Y OK 同学们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吧 我们通常用Beta Hat 来表示它 这个是我们的 Aldernary Squatimator 的 矩阵的表示方法 好 我们现在用R来计算一下 我们现在回到R 好 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拿 我们有22个同学 我们有他们的 统计学的成绩 algebra的成绩 跟Analysis的成绩 我们想要 那 统计学的成绩 对 另外两个东西 去做一个 Mu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我们用R的LN这个指令 来做它 好吗 OK 我们估计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想要看一下 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用Summary这个指令 Summary夸号里面放的是 我前面 做完LN LN是Linear Model的缩写 我把它写在这里好 让大家看懂 LN 等于Linear Model 我把 我做出来结果存在 Score.model.to 这个名字里面 然后我用Summary 这个指令 我可以叫出 它的一些有没有的东西 我把我的四重 好像拉一点 让大家看清楚 这是我的整个的结果 OK 我现在有 除了intercept之外 我有两个变数 是我总共估计的三个参数 这个是我估计的intercept 这个是algebra的系数 这个是analysis的系数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 它分别是负的 10.08 94 0.430 4 跟0.6076 这怎么做出来 这是用 这是用 我们刚刚讲的 hn 做是xinvert hn 做是y 做出来的 相信吗 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次 首先我们手动写上x x是什么 x是一个p加1乘2的 我的 i'm sorry x是一个n乘p加1的matrix 它的第一个column全部都是1 第二个column以后是我们每一个x x1 x2 OK 所以我的两个x分别是 LG跟NNL analysis 我就把它写在后面 我是从score.data这个资料里面叫出来的 第一个column全部都是1 所以我用R的REP这个指令 如果你不熟悉REP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输入问号REP 然后我稍早已经做过一样的事情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下角这边 你的RStudio右下角出现REP这个指令怎么用 简单讲我请它replicate很多个e 几个e呢 我需要N个e 我的N是22个 我的e的个数要跟我资料的个数一样多 所以我去说我想要 我叫R去测量我资料有多差 代表说它有几个 我用Lens这个指令来做 总而言之我在这一步做的事情就是 我去产生一个x 第一个column都是e 第二个column以后分别是我的algebra 跟analysis的成绩 我的y是我的state的成绩 然后我用x transpose x inverse x transpose y 我真的去做这个东西 OK 这行 我的63行就在做这件事 要说明一下 首先 标准2的乘法是一个行星 Esterate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矩阵或向量的乘法呢 不能单纯用Esterate 我们要用Esterate前面跟后面 各加一个百分符号 来代表矩阵的加法 矩阵的乘法 矩阵跟向量的乘法 其次 我们要做x transpose乘上x x的transpose 用t of x来表示 第三 我们要做x transpose x的inverse 在R我要取一个矩阵的inverse 我用solve这个指令来做 所以solve of t of x percentage Esterate percentage x 代表就是x transpose x的inverse 后面乘以x transpose全场y 是我的ols的formular 我把它做出来 I'm sorry 我忘记定义我的x了 我要全部执行一遍 这是我做出来的结果 我把我往上拉点 跟我刚才用lm这个r的标准指令 做出来做比较 看到没有 我用Esterateate inverse inverse transpose transpose y 估计出来的beta 0beta1beta2分别是 负的10.0893 698 跟lm这个指令做的 lm这个指令做出负的 负10.0894 beta1是0.4304091 lm这个指令做出0.4304 beta2是0.6075800 lm函数做出0.6076 是1.5501 看到了吗 它做出来是一样的 OK 所以二做进不是黑盒子 我们可以用formular把它做出来 这个formular 简单漂亮优雅 你一见到就不会忘记 好的 同学们我们现在回到黑板 我们说我们有一个 优雅的 美丽的你一见到不会忘记的 formular OK但是 同学们在讲到这里 我们可能就会有疑问 我们不是在在前面讲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的时候 讲了不一样的formular 然后 我们的formular不是 我们要算我们的写率的时候 我们的formular不是一个分数 分子是 sumension xi-x bar 是y-y bar 分母是 sumension xi-x bar的平方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同的formular 它有没有 这么不对 OK 好我们现在来说明这件事情 还记得吗 当我们的 当我们的 when p等米1 也就是我们做的是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我们的model我们的model是 我们的model是 Yi 等于alpha加上beta乘xi加上ui 我们的model的平方的平方 分子是sumension 来从1到n xi-x bar乘上yi-y bar OK 这个东西看起来 诶怎么这样东西怎么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 相信我 相信你的老师就如同过去对我这么有信心一样 相信我 他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 当p等米1的时候 如果你把你的x写成 我们就真的按照我们刚刚讲的写下来 p等米1的时候我们的x就是一个 我们x是一个n乘以p加1的metrics 也就是p等米1 所以它是一个n乘以2的metrics 它第一个color是1 1 1 它第二个color是什么 它第二个color是我jx xy x2 x3 一直到xn OK 我的y同样是 对不起 我这个1要粗体 我的y 是y1 y2 y3 yn OK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 你把你的x transpose x inverse 乘以x transpose y做出来 你做出来的结果 我给你保证 它会是一个2 by 1 的factor 然后 它的第二项可以写成 summentioni从1到n xi-xbar 乘上yi-ybar 分支 summentioni从1到n xi-xbar的平方 然后第一项我保证它可以写成 ybar-xbar 成你底下这个东西 我跟你保证 坚信话会发生 你可以 试着做一遍 OK 如果你是修我课的同学的话 在收到这份 收到这份影片同时 你会收到一份我手 我写的简单的note 有稍微有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推出来的 当然了 你也可以在youtube 影片底下的说明文字 找到这个note 但是我们这边就不去说这个 就只是计算而已 我们到r一起来 做一遍这个东西 好吗 回到我们的r OK 同样的 现在我们的资料很灵敦 我们把它清除一下 我们的资料是22个 学生的5个科目的成绩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 简单的情形 我们regress state on analysis 我们考虑那state对on analysis 做一个简单的先进回归 好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r的ln函数 来做这个简单先进回归 好 所以我在这 我的40行做就这件事情 我用ln这个函数 去做简单先进回归 41行summary 是想要叫出结果 我们来做这件事 我做出来之后 我估计的alpha hat 跟beta hat 分别是1.1041 跟0.8266 OK吗 但是 没有人规定 我必须要 我只能用r的ln这个指令 来做这件事 我可以用我们的formular 我们那个分数 分母是summation xi-xbar的平方 分子是summation xi-xbar times y-y bar 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的x是analysis 我的y是state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做什么 我这边是一个分数 分母是analysis-analysis bar的平方加起来 我的分子是analysis-analysis bar 乘上state-state bar x-xbar y-y bar 将成加起来 这个是我的beta hat 的formular 所以 我去执行看 算出来的东西 如果不是0.8266的话 我不知道会怎么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要说什么 不过反正 反正也不会发生 算出来是0.8265933 所以 你用我们的formular 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用我们今天学会的 优雅美丽大方动人的formular x-transpose x-inverse x-transpose y 呢 我们可以去 我现在把我的ascrew 往下卷一点 首先我们要定义x 我在第五十行定义了x x是 记得吗 它是一个m by 2的matrix 第一个column 全部都是1 好 我用repe 来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column 是我的x 是我的 资料 的independent variable 我的analy 所以我把x跟y制造出来 然后我去减 x-transpose x-inverse a-transpose y 我在第五十行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来解解看 我用我的formular做出来是1.1041322 0.8265933 我把我的console拉大一点 让大家可以比较 alm跑出来的结果 看这里 你要看是1.1041 1.1041322 0.8266 0.8265933 I don't know how you would call it but I'll call it a success 好的 我们在这边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说明了 我们过去学过了一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的formular 怎么算alpha beta head 怎么算alpha head 我们在这边讨论是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或者是一般的linear regression 的formular 你发现 只要你学过一点 简单的现金代数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 优雅 大方动人的formular 来表达ode in the square 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一个formular 为什么 因为它是这么的优雅 大方动人 而重点是它是这么的简单 我刚才跟大家说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全是地球上最简单的东西 它真的是 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打赌你 不会忘记 我们回头再看一次它 formular讲这个样子 H transpose X inverse H transpose Y 你不需要背它 我相信你已经背着它了 在山上的耳朵里 你身體向上 我感到你身体很投稿